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象鸡鱼它是个传统菜 它是加成为关于火箱的用法 用了很多过去特别农村 山根山到处都有野生的火箱 刚刚采这个火箱来做 它的香气更蠢 偷偷就收到财富里面 火象鸡鱼成为一个四川比较出名的名菜 大丝的菜加上的味 我适合很显化 酸鱼的大小就是山两把尾巴窄掉 煎的过程中就容易把尾巴煎沸沫和影响成菜 鱼生两面裹上三刀 三刀鱼的一半生 边于渗透 然后删好了以后 用姜 葱 加点盐 捞点水 马尾 是促进它 那就算分解了 同时取出鱼生本来的味 腥味 姜 蒜 泡菜 这些都切成那个细活的 在炒的时候 它就容易处理 好精彩是体味 体泡菜的味道 泡菜还有一种可以处理 大腥味的作用 老姜它就是腥味 做火香鲸鱼叫的菜 离不开的是泡芋辣椒 草椒切小马耳朵 火香的顺心 所有的准备就绪以后 油温达到流程的时候就下雨 煎到两面花 锅里有少许鱼有 下豆瓣 下香酥蒜 下泡辣椒 焯香以后 下烙汁水 下清水 然后把鲸鱼均匀地放在锅里 然后鲸鱼一般多鲸鱼粒 然后就盖销锅 调味 直接烫 然后胡椒烧去 烤了锅锅以后 熟肉就均匀了 就免得翻面 锅锅大概就是三分钟 鱼肉也就成熟了 鱼起锅入盘 打去炸制 然后就勾芡 弄枝 可以除 然后下葱花 下火香 带着那个枝周围开始吐油了 均匀地焦在鱼身上 鱼身性不难 但是感觉到它的脸中软 枝弄味鲜 是非常浓郁的火香家产味 让鱼身上 在鱼身上 还没进来 这是鱼身上 在鱼身上 鱼身上 鱼身上 在鱼身上 调味道